年龄家总起来近400岁的五位阿嬷 一个星期有五天会到环保站报到 负责再送的是慈禧之工陈立珠 今年啊 我记得说也是一份责任来的 你要带她 因为阿嬷每个人都有岁数 所以每天有谈有校将 对我来讲 我会多几位老朋友啊 五位阿嬷形影不离 是巴生中路环保站的宝 彼此相约做环保 让退休生活更充实 当初看四边边 看等四期间我百周本会 我说我会来这边参加 我好多日子 我跟我的家人说 我自由自在 我走啦 我就欢喜了 这样就有效了 有病犬夫也能度人 王雅元阿嬷曾经健康一度亮红灯 但却无阻她在环保站付出 结伴同行 阿嬷们不止做环保 哪里需要补胃 她们二话不说 最大配合 我还没有进之前 我的脾气比较暴躁了 后来听了商人的开始 她说你真气就合 得理要要人 我们来到这边 可以修复修智慧 我听到就很有道理 发酵有电 每天各时间搞了 人家就卡电来照 不要客人 大家说 哎哟 你没有收针 是发生了 你最好之后也要收针 好了 不要发酵了 行上照顾 结好圆 五位阿嬷晚年 继续开阔生命厚度 透过服务人群 让人生下半场 依然火出精彩 大约新闻刘海伦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道